主題曲 令元素 清晰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說球體 球體選擇的地方是甚麼? 首先我們關於光源 光源在右上角射下來 現在最受光的位置應該是這一點 暗位就是這一邊 要留意 球體的特色是光和暗的交界 我們叫明暗交界位 明暗交界位現在是這裡 光和暗交界應該是這裡 明暗交界是最深的 暗面會受反光影響 就是環境光的反射 在這裡反射下來 台面有光反射 變成反光位 會比明暗交界最深的位置 比明暗交界更深 然後它會慢慢過渡 灰位 會慢慢過渡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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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 最光的地方 從這裡 這裏就向後又伸回 向後又伸回 整個圓的圓 是靠這個漸變式去推出來 靠這個漸變式去推出來 越細緻就越立體 這裏向後也會淺淺 有漸變式向後 記住在上一個方體中 大家如果沒有看到那個方體 可以看看之前的方體 我們顯示前後 通常只有兩樣 前光後暗 前暗後光 如果大家想了解清晰 可以看看上一個特輯 講到方體 這裏在圓頭底 這裏屬於前面 這裏屬於後面 這裏是前深後淺 這裏是前淺後深 這裏是前淺後深 這裏是前深後淺 這裏是前後淺 這裏是前深後淺 這裏是前後淺 這裏是前後淺 這裏是最基本的原理 我們要明白這裏 這裏是一樣的 這裏有前後 這裏是前後 這裏是前後淺 這裏會有深淺 這裏是前後淺 這裏會靠深淺 這裏會靠深淺 這裏是後面深的 這裏會淺 後面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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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最基本的立體原理 如果清晰 這裏會比較容易掌握 這裏就是圓頭底 基本的立體概念 現在應該大概的 如果只需要太深淺 後面淺 1992 早輪會加深淺 你需要看到 我們提供中後面淺 50公司 正方同學 明白嗎? 接著我們就可以試一下 把它畫出來 我們開始建稿了 首先呢 如果想比較容易建到的話 我們首先可以 建一個正方形出來 在正方形的中間 二分一的位置 畫一個十字 就像一個田字一樣 好 好 現在呢 要量一下 距離 要一樣 接著又在這個位置 跟同一個長度 在四個那個 邊位又再定一定去 好 接著切一切 將四個角出來 好 接著呢 再圓越邊位 畫一個圓出來 這樣就容易掌握 拿到它的對程 出來了 可以量一下 球的直徑應該是一樣的 好 接著我們開始下色 先把暗位 先把暗面做出來 先把暗面做出來 那 排線呢 又是 其實沒有固定點排的 但又可以有少少交叉 少少交叉 一層層一層層 接著就開始做個明暗交界 出來 開始做個明暗交界 出來 那 留意了明暗交界 都會有深淺變化 那 如果它後面深的話 出來就會淺 那 淺了之後去到另一邊 可能又會深 那 接著開始做灰面 要將顏色向著最高光的位置 化出去了 那 灰面的過度 是需要做得很細緻的 因為它的立體 你做不做到它的圓 完全就是看你的過度 灰面的過度 做得 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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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光的位置 也是有一定的難度 你很自然地 在這個位置做得不太好 其實你去到光位 很高光的位置 很高光的位置 就是白色的 因為它本身的石膏是白色的 所以 要留一點白色 這裡 要很自然地化到白色 你不要一個很硬的白色圈 扭在那裡 那裡是要很自然地 漸變成白色的 那 這裡是有一點難度 很多時候 學生在這個位置做得不太好 那 這裡要留意 其實你去到光位 最高光的位置 就要放輕 放梳 的線條 接著 拿紙巾 擦一擦 讓它 它的色 可以均勻一點 那 不一定要用 你順線條也可以 這樣做 就會 容易出動 效果 然後 繼續 豐富 層次 再做 一遍 一遍 裏面 都要做 漸變 在旁邊的位置, 慢慢向上面做調整 讓它向上高崗的地方曲線 往前觀察, 一邊的地方負面不夠 只會不夠穩定等衰濱 然後持續的地方 接着再继续做明暗交界位 很多时候要整体继续再继续做明暗交界位 现在将光暗的强度加强 再继续做明暗交界位 我们说明暗交界位是不一样的 现在明暗交界位的两边是比较重的 中间是比较浅的 形成一个后心前浅 在后面后再继续做明暗交界位 就会变成前浅头心 开始做明暗交界位 再继续做明暗交界位 如果继续做明暗交界位 将光暗交界位置去上了 只会变成前浅头心 会变成前浅头心 因为会变成前浅头心 会变成前浅头心 頭影需要有深淺,前深後淺,後面受到反光的影響 頭影也有前後關係,顯示前後有深淺 反光的影響,後面受到反光的影響,後面受到反光的影響 轉向顏色,後面受到反光的影響,後面受到反光的影響 後面受到反光的影響,後面受到反光的影響 明暗交界後面的反光位都要交代 繼續豐富層次 越來越細緻 立體會越來越出 此前後後眉 前前後深 前淺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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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體就會出來 四邊 漸變 向著高崗位 這就是圓形基本立體 繼續豐富層次 暗位加深 很多時候灰位做到一定顏色 你會發現暗位不夠深 變成暗位加深 變成暗位加深 好 今天這一堂 就差不多了 大家看完 覺得可以幫到大家的 記得按讚 訂閱和分享 多謝大家 是的 訂閱